你现在 是不是对太子殿下有情了 过了这道城门之后 风波又会更加激烈了 不过安乐有句话想问殿下 方才在苍山之巅 我亲见殿下下了局好奇 殿下何时把安乐业 给算计进去的 那你又是如何猜中我的算计的 自然是因为殿下对安乐之物不言了 任安乐 自从你打着三万水师 尽精求聘的旗号 便每一步都踏在我的计划之上 这也都算是巧合吗 与其说是巧合呢 倒不如说是缘分吧 你到底为何而来 安乐千里迢迢献上三万水师 自然是为太子殿下而来的呀 我不管你从何处来 但我知道 你本性纯良 心怀大义 我会帮助你站到你想站的位置 也相信你会是个治世良辰 太子殿下总觉得自己将安乐看得一清二楚 却从来不肯证实自己的内心 殿下说自己对安乐从未动过心 安乐偏偏就不信 我要赶紧回京了 要让我未来的公公 看看他未来的儿媳才是 走 任安乐 你熬翔九天之池 不敢舍在我的手里 话说呢 任安乐与太子联手 屡阔大安 江南赈灾之行 更是传为佳话 那日灾民齐聚望江楼 眼见赈灾官兵 势强其弱 不由于女子站得出来 用长剑 将盛着馊水薄汤的木桶 一批两半 这女子何许人也呀 静男 任安乐 好 若是有一日 我对殿下也拔刀相向 殿下又会如何 任安乐 疑人不用 用人不疑 我愿一直信 小姐 这两日你不在 这京城可是热闹得很 怎么了 这一夜之间呀 您的名声就传遍了整个京城 比咱们初进京求家太子的架势 还要为民赫赫呢 而且有传言说 这慕天府之行啊 您实有九功 咱们小姐自然是了不起 只是 到底是什么人在催动这些声音啊 肯定不止一人 除了骆大人还能有谁 太子 是 太子如今对小姐的事情是渐渐有心 甘露时雨 不思一物 万民之主 不恶一人 他的确是个很好的储君 只可惜如今我只是人安乐 小姐 你现在 是不是对太子殿下有情了 远勤 你还记得你闯入靖南大山的那日吗 记得 若不是小姐 远勤早已冻死在山里 你要永远记得那一日 除了你自己 没有人能帮你记住过去 如果没有了过去 也便成不了如今的我们 方才那些话 以后别再说了 远勤记住了